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请出 我们加拿大地产投资商会的孙志峰会长 孙志峰会长坐得比较近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首先感谢陈敏定律师的邀请 刚才我们CIA赖议员说刚刚直到永春 实际上我12年前就直到永春了 那么12年前跟陈律师一起呢 给大家服务 那么我看今天晚上来的朋友当中 应该有没有说一半也有一小半 是我们服务曾经或现在正在服务的朋友们 那么在这里呢我仅代表我们地产总商会 还有我们的这些客户朋友们 那么祝愿我们永春同乡会 在陈律师的带领下能够越办越好 越来越成功 那么最后祝大家提前祝大家深圳愉快 谢谢大家 好谢谢孙会长 那个孙会长说12年就直到永春 我还以为12年前被永春拳打过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 那么我们还要请出加拿大华上联合总会的执行主席 蒋志诚先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蒋志诚先生也坐得不远 也在那边 尊敬的陈律师主会长 各位嘉宾 各位新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 大家都知道陈炳丁律师在加拿大多罗多华人社区 是非常令人尊敬的桥林 那么借此机会对陈炳丁律师表示一个祝贺 祝贺永春同江会在他的代理下迎来了第五年 另外呢也借这个机会呢 代表瑞弗集团和B-Finance 对陈炳丁律师表示祝贺 因为陈律师对瑞弗丁律师 咱们瑞弗的创始人 蒋志诚先生也在想念 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关心 另外呢 陈炳丁律师也是加拿大华商联合会的名誉主席 所以借这个机会呢 华商联合会的主席林静龙先生在国内 也带来了诚挚的祝福 祝福永春同江会在陈炳丁律师的代理下 更上一层楼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嘉宾 谢谢大家 好